反射 坡往前進 打到東西彈回來 這樣叫做反射 叫做反射 打到牆壁彈回來 你們那個打籃球插板得分啊 打到板子彈過來就叫做所謂的反射 反射 所有的反射 都遵守反射定律 所有的反射 任何坡的反射都遵守反射定律 反射定律有兩點 第一點比較少烤 比較不重要 入射線反射線跟法線在同一個平面 入射線反射線在法線的兩側 從右邊射進來 從左邊彈出去 不會右邊射進來右邊彈出去 叫做在法線的兩側 同一個平面 第二點重要 未來會常出現常烤 入射角 入射角等於 反射角 入射角等於反射角 第二點重要 反射定律有兩點 第一點很少烤 入射線反射線跟法線在同一個平面 入射線反射線在法線的兩側 第二點 入射線 入射線 入射坡的前進方向 反射線 反射坡的前進方向 插板打到板彈出來的走路 叫做所謂的 反射線 反射線 入射線 入射坡前進方向 反射線 反射坡前進方向 那什麼叫法線 物理上用法這個字 代表垂直 所以法線就是垂直的線 法線就是垂直障礙面的線 在哪邊垂直 在那個彈到的地方垂直 在打到那個地方垂直 打到那個地方垂直 所以法線就是跟反射面垂直的線 重點 什麼叫入射角 入射線跟 法線的假角 就是這裡 這個叫做入射角 這叫入射角 入射線跟法線的假角 叫做入射角 那什麼叫做反射角 同理 反射線跟 法線的假角叫做反射角 就是這裡 反射線跟法線的假角就在這裡 這在未來都是重點 我們現在呢就只有介紹給你聽一聽 但是呢 未來這都是重點 會考試會考你 會考你角度是幾度 考你誰是誰什麼之類的 要搞清楚 名詞要弄清楚 OK 什麼叫入射線 入射坡的前進方向 什麼叫反射線 反射坡的前進方向 什麼叫法線 跟障礙面垂直的線 什麼叫入射角 入射線跟法線的假角 什麼叫反射角 反射線跟法線的假角 弄清楚名詞的意思 弄清楚名詞的意思 以後你才知道題目在問什麼 你在求哪個地方 問個角在哪裡 弄清楚 OK 叫反射 另外要折射 折射 對這是另外一個重財 入射坡跟反射坡 坡數不會變 頻率不會變 周期不會變 坡長都不會變 只有能量會因為被吸收 所以會越來越小 你把一個球放下來 打得越大會怎樣 越低 越低 振幅就越來越能量被地面吸收 好啦 問題 為什麼坡數不會變 為什麼 為什麼坡 為什麼 坡數不會變 因為密度不變請坐 我算你對 因為彈回原戒指 坡數指跟戒指的種類級狀態有關 戒指一樣所以坡數就怎樣 一樣 那那個戒指的重點是密度所以我就算你對 好 所以坡數不會變 林敏軒 為什麼坡數不變 坡數不變 為什麼頻率不會變 很正常 用嘗試就可以知道頻率不會變 不要說我想什麼高深的學問 沒有高深的學問 為什麼頻率不會變 對 對 我一秒鐘 丟一個球打牆壁 一秒鐘彈幾個球回來 一個 彈起來回來就是有鬼 有阿飄 一秒鐘丟活球台打牆壁幾個彈回來 五個 所以一秒鐘五個打牆壁一秒鐘五個打牆壁正常啊 頻率當然不會變啊 一秒鐘幾個就幾個輸啊 很正常嘛 OK 好啦 那為什麼周期不會變 那為什麼周期不會變 坡數不會變因為戒指一樣 頻率不會變因為打一個彈一個頻率不會變 為什麼周期不會變 我剛剛教過了 我剛才教過了 為什麼周期不會變 我剛才教過了 坡數 為什麼周期不會變 物質的種類戒指的種類都當然是跟坡數有環攤講過 因為 戒指一樣所以坡數一樣 因為打一個彈一個 所以頻率一樣 為什麼周期一樣 我剛才教過了 坐吧 容姿吳九先生 如宿不求聖體 因為老師剛才教過周期跟頻率互為 倒數 一個二就二分級 一個三就三分級 二還是二分級還是二分級啊 當然不會變啊 周期跟頻率互為倒數 頻率互為倒數 那為什麼波長也不會變 帥哥你起來 用著 那為什麼波長也不會變 法徒能量 有一個人能量會減少也能量不變 一定講到可以寫說能量會減少也能量不變 對 做啊 真的 你們如果這樣子念書啊 你們如果這樣子念書 決定死在路上 完全不思考 什麼叫波數的公式 波數叫做 B1等於F乘以暗長 速度等於頻率乘以波長 那請問你速度一樣頻率一樣波長怎麼辦 就知道一樣啊 1等於1乘一樣 當然不會變啊 那好正常啊 完全就不要被就知道了 完全不用被就知道 波數不會變 頻率不會變 因為周型不會變波長不會變 只有政府正代表能量能量被吸收 所以政府會減少啊 直線障礙物波型不會 就是剛講過反射彈回來的時候 如果直線障礙物 直的進去直的出來 圓的進去圓的出來 那如果不如直接就會變 不過這個在國中現在已經不管了 所以就看看就好 重要 折射 波從甲介質進到乙介質 從A介質進到B介質的時候 因為介質的密度改變了 所以波數就改變了 所以他的前進方向就改變了 為什麼速度改變了 前進方向就會變 我們未來會交代 我們現在不講 那這個現象稱為折射 我們要到光的時候 我們才會去交折射 現在就只有聽過就算 我們在交光的時候 我們才會真正的交所謂的折射 所以呢 一個波的前進 會有所謂的反射現象 有折射現象 要記住 所有的反射都會遵守 反射定律 反應有兩點 第一點不重要 第二點非常重要 要記住 入射腳等於 反射腳 那你要搞清楚 誰叫做入射腳 誰叫做 反射腳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再見 再見